湖南长沙洪灾引发外界广泛关注 受灾最严重的地区之一宁乡 截至7月5日 市民们的生活仍未完全恢复正常 当局救灾不利引发居民不满 7月3日、4日 有当地民众连续两天走上街头示威抗议 一名白马桥附近的商户表示 在4日的抗议过程中 警方抓走了一些示威者 记者随机致电营乡公安局公开电话了解情况 对方指 他们只负责接警 要记者向其他部门查询 那你要问我们其他部门呢 我这里是接警中心啊 记者拨通了对方提供的电话号码 不过接线人员又指 需向110询问 上述商户还向本台表示 由于政府没有提前通知泄洪 几乎每一家都损失惨重 另有居民告诉记者 营乡受灾后 救援物资大都来自民间团体 不过直至现在 没有看到地方政府有什么行动 此外 长沙市公安局官方微博账号 4日晚8点20分发布通报 至7月1日 湖南嘉业互联网科技有限公司 微信公众号策乱谈发布了文章 文章中 长沙某农行被水烟漂浅 宁乡县黄财镇决堤等图片视频均为不实信息 7月4日 高新区警方对公众号运营管理人员 徐某鹏 孙某厅分别处以行政拘留7日的处罚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记者杨帆的采访报道